大家好,欢迎回到时尘talk 在新加坡我们经常听到年金险这个词 话说什么是年金险呢? 年金险其实是受险的一种 投保人一次性或者说五年十年缴纳保费 那么受保人就可以按月按季度或者按年领取年金直至终老 通俗的讲投保成功以后就可以每月或者每年领取年金 如果说受保人转给孩子或者说直接把这个年金买给孩子 那么孩子可以终身领取这个年金的收益 那么年金险适合做什么呢? 比较适合做未来养老金的一个补充 如果说从年轻的开始就买一份年金险 一方面可以作为自己的养老金 也可以在孩子读大学结婚买房的时候 能有一笔很好的资金作为支持 也有一些父母担心自己老了以后没有钱留给孩子 那么就可以直接为孩子买一份年金险 那么孩子一直可以领取这个年金 一直到孩子的终老 有人可能会问了 年金险的收益怎么样? 是否有保证呢? 是这样的 年金险的收益虽说不是很高 但是特别稳定 作为退休的收入或者说留给孩子的一份保障性的收入 都是非常适合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份100万的一个年金险的一个保费 那么银行最多可以提供高达72%的贷款 也就意味着你只需要支付28万的保费的首付款 就可以买到一个百万年金险的保单 每个月可以用收到的年金险的收益去偿还银行的贷款 整体的回报呢还是不错的 关于年金险 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疑问 欢迎直接与我联系 我是时辰talk 我们下期再见